希腊人说,人类世纪分为黄金、白银、青铜和黑铁时代,每个时代结束,人类因堕落腐朽受到神的惩罚,毁灭,又重生。 三体人说,三颗太阳毫无规律的运动,恒纪元与乱纪元交错,文明在数百次的劫难中延续。 对这学家说,自显生证以来,生命至少经过五次大灭绝,是否还存在着其他史前文明,五亿年前的脚印,十七亿年前的核反应堆,这些在本不该出现的地方出现的人造物,被称为OPATS OUP-OF-PLCE Artifact的神秘史前物品,究竟又是怎么一回事? 未解之谜,一,三叶虫上的脚印作,三叶虫上的脚印,这块珍贵的标本,还珍藏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神创论证据博物馆,Creation of生活大爆炸第五季第十八集中,Sheldon看到Penny坐在自己的专作上却熟视无堵时,Leonard感慨道,我想是有人穿越回去,踩死了一只虫子,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在犹他周灵羊选一块五亿年的石板上,还真有一个时空错乱的脚印。 1968年,一名化石爱好者敲开一块石板,发现上面居然有一个鞋影,排在两只三叶虫上,要知道,生于寒武剂生命大爆发的绚烂,死于二叠级生物大灭绝的悲壮,就连恐龙都不曾见过其真容。 不少神创论者,都将脚印标本是作对进化论和传统地质学的严禁挑战,未解之谜。 二,五十万年前的火花塞削开后的科索人造物品,左,和X光下的透视照片,又1961年,三名矿物爱好者在美国加州罗洛克附近,找到一颗惊动,Jarden,里面镜镶嵌着一个类似内燃机上用的老式火花塞。 这便是大名鼎鼎的科索人造物品,Cosal Artifact,有人转述地质学家的意见称,形成这枚惊动至少需要五十万年。 五十万年前,欧洲还是尼安德特人的天下,亚洲还行走着北京人,会是谁制造了这样一件闪耀着现代科技光芒的物品? 未解之谜三,十六世纪的南极地图,早在1820年,人类第一次发现南极洲之前,十六世纪的地图就已经精确描绘了南极大陆的轮廓。 在这张由奥斯曼帝国海军上将皮尔,里斯皮瑞威斯在1513年编转的地图上,南美洲的底部和竟然和一大片大陆相连,有英国历史爱好者著书称,在明朝,甚至有人猜测,南极已有文明居住,皮尔,里斯地图,由奥斯曼帝国海军上将皮尔。 里斯皮瑞威斯在1513年编转,未解之谜,四,南非凹槽金属球,在南非奥斯曼附近的叶腊石地层中,矿工厂会挖到一种神秘的金属球,距今约三十一年,令人称奇的是,金属球的圆周位置长时刻着三条壁裂的凹槽,这样的形状不禁让人浮想连篇,认为是史前文明留下的证据,是钱币,还是工艺品, 没有人知道确切答案,未解之谜,五,陆立八足,和八人看拉山的石盘1938年,在一个不太显眼的山洞里,共挖出716块花钢石圆形体,这些石碟中间稍四五孔,每块厚度约两厘米,从中间向四周辐射出许多十分规则的水波纹线条,其次现代的镭射唱片,上面还可有许多现代人无法解读的各种符号,经过测定,这些石盘大约是一万多年以前的东西, 1962年,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楚文明,斯曼美,破译了石盘上的表义符号,一文是,杜立八人来自云端,他们乘坐的是古老的飞船,这些杜立八人只好藏身山洞,未解之谜,六,伊卡黑石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毕鲁伊卡是文化人类学家加维尔卡布里拉博士的父亲,就在古代一家人的坟墓中,发现了数百块用鱼仪式的葬礼石,卡布里拉博士后来继续其父的研究, 收集到了一千一百块这种石头,这些石头也有五百年到一五零零年的历史,被研究者通称为伊卡石,这些石头上时刻着许多图画,还有一些图画描述了人类做心脏手术和大脑移植手术的场面, 然而最惊人的图画,却是人类捕猎恐龙的画面,这些恐龙包括三角恐龙,剑龙和翼龙,未解之谜,七,十七亿年的核反应堆, 这个故事要从1972年,法国从非洲加蓬奥克洛欧克罗地区进口的一批油矿说起,自然界中,油同位素含量的比例应该是一致的, 油238为99.27%,其余为油234,其中只有油235作为核燃料,可这批油矿的油235,仅有0.717%,这似乎只能指向一个可能, 这批油矿已经被人使用过,果然,研究人员在加蓬发现了共16处史前核反应堆, 他们从17亿年前另有说法称是21年开始运行,断断续续持续了几十万年,当时的地球还是细菌和蓝岛的舞台,会是谁构建了这么精巧的核反应堆, 不少人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天外来客或者远古文明,这个水晶头颅相当精致洁净,宽高个约13厘米,重约5公斤,非常不可思议的是, 这个水晶头颅骨是在非常了解人体骨格构造和光学原理的基础上雕刻成的,在形状与构造上,几乎完全等同于人的头颅。